国民党昨天进行第一场2020总统初选电视证件会 同样被视为热门人选却尚未表态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坦言他没时间看 听到高雄市长韩国瑜提出的泡澡塞子论 满头问号直说太天马行空 想象力要很好 而另外对于蔡总统要他专心试证 柯文哲也忍不住再呛瞎 双子星案被中央拖延五个月 早就透过媒体喊话 难道非得要亲自去官邸拜访吗 柯文哲一早忙着跟里长座谈 就连国民党总统初选电视证件会 也没时间关系 你昨天回家没有看电视 谁有时间看那个 我昨天都要做什么事情 我昨天去颁奖 虽然说没收看 但听到兰影参选人证件 还是忍不住吐槽 尤其韩国瑜针对美中台关系的泡澡塞子论 更是满头问号 所以 所以就是要利用塞子把水填满 那你听不懂对不对 不是啊我跟你讲 我平常也是很幽默的人 但是 这道理是 这道理是什么意思 不是啊有时候 太天罢星空这个想象力要很好 不然还是听不懂的 而韩国瑜先三分钟时间 都在感谢高雄市民 被网友批评 疯狂跳针浪费时间 但柯文哲却不以为意 这个每个人都会按照他 对他最有利的方法去做 所以他如果觉得这样做是 对他是好的他就去做 那未来你有需要这样子安抚台北市民 再讲吧 是否参选2020蓝绿多关注 总统参议文先喊话 提醒科市长专心市政 让他再提双子星案 要总统赶快处理 我就是专心市政啊 他叫他双子星赶快解决 可是他昨天也有说 有什么需要中央帮忙的 叫你赶快去讲 我都已经在媒体上跟你讲 如果清楚要去哪里讲 去官邸跟你拜访 双子星拖五个月了 拜托你是要拖在一起 否则来引吴选将证件发表 炮打中央可辟也顺势 歌空想总统呛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